最近蘋果公司引爆全球熱炒菇概念 你還這麼熟 菇 幾乎你和我都是用家 加一每部智能手機中用的鋰電池 都一定會有菇 其實不單止手機鋰電池 就連車輪、磁鐵以及近年熱爆的電動車 亦都用到大量菇,令供應出現短缺 價格飛天理所當然 去年倫敦菇價狂飆七成之後 今年每公噸更加升穿百萬美元 過去18個月以來升幅達到三倍 聲勢擋都擋不住 因為彭博報導說 蘋果公司為了確保電池原材料供應 正是與採礦公司商討鎖定最少五年的供應 即是每年幾千公噸的菇 用來做iPhone和iPad 蘋果意外、寶馬、福士和三星SDI等 亦都積極爭取與礦商簽長期合約 由英國金屬供應商統計 去年全球電動車和鋁電產品 對菇的消耗量達到五萬五千公噸 到2030年需求更加有機會突破三十二萬公噸 菇是一種天然金屬 主要產地來自非洲光果的礦場 產量佔全球六成四 超過九成都是出口中國的野煉商 目前已開採的菇有五百萬噸 六成的產量掌握在幾間大公司手上 所以投資者熱炒菇概念 就要提清楚誰是最大受惠者 剛剛連剛才在港交所退市的礦業巨頭嘉能河 再擁全球一半的菇達到二百五十萬噸 另外兩間內地企業 分別是近日股價不停破頂的 洛陽木業和金村國際 合共持有兩成產量 大約一百一十萬噸 而大行都力推概念股 瑞信和德銀分別唱好早前發營起的洛木 兩者都一致看好基本金屬復蘇 當中瑞信更將洛木的目標價調高到七元流上 而A股上市的概念股也持續有追捧 當中包括昨日升平版的華有股業 까요?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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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